不應該只是用唯一的方法的民調 來看待藍白的核 藍白要核 誰負誰贈 柯文哲想要民調決勝 侯友宜似乎不太認可 這位說是侯友宜他們不敢比民調 也不要這樣講別人 既然民主政治是以民意為異規 正式投票之前你知道 那當然就是以民調為標準 還是主張讓民調說話 但對於藍營構想 柯文哲這回沒有打槍 也要很清楚的把自己的理念 的價值 以及我們的政策 未來合作的項目 我們要一個非常清楚的SOP 那我的SOP就是以民意為基礎 那也可以趁這個機會 建立起一個聯合政府的一個模式 因為畢竟在台灣的歷史上 過去也沒有嘗試過 兩黨之間不想再做無效溝通 像是老早提過的格魁同意權 柯文哲想知道藍營想不想 一起改變 格魁同意權這件事情 一旦恢復你知道 在商黨不過半的局面之下 你知道很多這種聯合政府的模式 就會出現 當然是台灣過去沒有嘗試過嘛 可以啦 這個也是可以應該 政黨跟政黨之間也可以討論 耐心的互相尊重 互相討論 藍白河必然會成局的 曾說因緣味道如今改口 藍白河是遲早 TVBS圈鼓手商場 健保活在成江會議會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